你要證明是在我這邊受傷 你不是在我這邊受傷 我怎麼能是 員工與老闆對峙 辦公室拍桌大爆粗口 越講越激動 竟是因為這名員工上工 第一天就閃到腰要離職 還說是職災 有求賠償13萬 做一天就開那個天價 他也沒醫生證明 一開口就說要 4萬5 3個月 他才做一天而已 他怎麼領4萬5 怎麼瞧就是瞧不攏 新北板橋這名有幸男子 應徵貨車司機外勤送貨 需要搬中午 但是他上班第一天就說 自己因為搬於200公分高的貨箱 閃到腰沒辦法繼續做 老闆說要付醫藥費 讓他看醫生 但他不但隔天就離職 還提出13萬賠償 要現金不成 差點還連煙酒商 雇主的酒一起要 讓老闆又夠傻眼 拿出影片怒哄貨物 根本都是取貨商的未及員工在班 哪來職業災害閃到腰 他既然已經受傷了 隔兩天還可以到我們同業那邊應徵 然後我們同業的 又打電話來問我 是否有職業災害 可且不相關市政 向老公保險局來申請認定 雇主表示因為上工第一天 還來不及幫忙保牢健保 已經被政府罰了9萬塊 但短短工作一天 就造成職業災害嗎 這13萬的賠償究竟合不合理 雙方調解破局相互提高 恐怕人得對不公堂 套公道 記者姚立強 黃玉蘭新媒事報導 廟前廣場午宴流水席開飯前 突然刮風又下雨 沒多久水淹到腳踝 而且滿地爛泥巴 廟會人員準備來吃飯 超傻眼 我們落瓜也有水啦 用飯這樣刺下去 一刮蝦子下去泡香菜啦 民眾參加廟會 繞進一位地上都是爛泥巴 自己穿雨鞋去端菜 影片PO社網網友笑翻了 說是用衝浪板送菜嗎 這才是真正的流水席 而且魚都現撈的 根本就是廟會版威尼斯 符合我們流水席的定義 神威選的也行 因為剛好就 我們去清水回來嘛 都剛好下大雨 廟會威尼斯流水席 發生在台南新市區 17號當天席開127桌 舉辦的是晴水遶境 當天寒流報導 下大雨算是起雨淋驗了嗎 來要吃中午餐 讓我下雨了 整個月都沒睡 我們算是說飯要吃完 廟會遶境晴水 果然降下香坨大雨 信徒們都覺得聲明很靈驗 但就是苦了大火人 中午泡在水裡吃流水席 苦中作樂 這兩天寒流來襲 全台有感有些地方 地溫下探十度 民眾不想出門 反而這是外送員接單的大好時機 網路瘋傳一張聊天截圖 一名外送員貼出細節單 12月17日上班時間 11小時27分鐘就賺近6300元 有人還回覆他不冷嗎 外送員反問什麼叫冷 時間已經是深夜11點52分 甚至還說出自己現在月收入12萬左右 讓不少民眾拼了驚呆了 我照這數字來看的話 我覺得我該換工作過去了 我覺得很多 如果這麼頻繁的跑 然後他又剛好可以規劃他自己的外送的行程 應該是可以達到的 話題持續發酵 網友表示其實越南加下雨就等於單量多 但也有網友認為這是假圖吧 目前機制達得到這數字嗎 自身外送員透露一單最基本40元 加燙次獎金一單大約5060元 剛好這幾天有倍數加碼和特別加碼活動 有機會每單80到100元 一天最多可能跑40到50單 單日6000元真的有可能 單月收入部分態度比較保留 非常非常非常困難 幾乎不可能 比較合理的數值大概是八萬塊 七萬塊左右這樣 天氣呼喊民眾待在家 不想出門外送生意順勢報單 雖然超級辛苦 但也成功大賺寒流財 藉市去楊宗彥 台北報導 滿山遍野的霧松白茫茫一片 太平山又如被灑上糖粉 讓旅客們讚嘆連連 寒流加上輻射冷卻效應 日山出現負1.5度的低溫 新竹苗栗最低 溫度也僅剩4度 台中花蓮6度左右 台北也只有8.8度 天氣冷搜搜 原方貼心替黑猩猩 準備薑茶去寒 紅毛猩猩擇是披麻布帶保暖 還有暖爐伺候 而氣象局也提醒 冷氣團接力報導 週三將有強烈大陸冷氣團南下 氣溫會再下降 週四雖然氣溫偏乾冷 但全台孔出現10度以下低溫 一路冷到週日 至少在12月一直到 可能在跨年之前 目前看來依舊在氣溫方面 會是一個比較偏低的情況 寒流溫力強大 根據統計週末兩天 全台猝死通報高達135件 另外新店安德街 竟有災難從天而降 畫面中一名男子下車走進其樓 沒想到遭到社區大樓掉落的瓷磚 狠狠擊中頭部 讓他蹲地痛苦哀嚎 意思因為天氣太冷 造成瓷磚隆起爆裂 氣溫走降猝死案件 許多都發生在家中的床上 蓋著後棉被睡覺相當重要 美國研究發現蓋後棉被 可降低63%的焦慮 還能有78%穩定情緒的效果 且使用後棉被 較使用輕棉被的人 褪黑激素濃度 可增加32% 當代後備值的人 所以就好像一個很安心的 有人在鐵切的 輕輕地抱著你 然後入眠 但一切提醒後棉被 並非越厚越好 最好佔自己體重的10% 過後的棉被 半夜會頻繁起床擦汗 反而會影響睡眠品質 所以選擇適合自己的棉被 才能在寒流來洗時一夜好眠 記者 周天杰 陳教倫 台北 採訪到 我是陳居根 從採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往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字幕提供 大明星 簡単 來 細胞